下一位选手 丁大蓝 掌声有请 王天琪 小心哦 大家好 我叫王天琪 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今年的年纪 什么年纪 什么年纪 可以说中文吗 你们讲中文吗 你今年的年龄 我24 天琪 你怎么那么不喜欢她 对 一直背着她 只是接受不了那种美好的事物 但是天琪今天来 别看她现在状态好像 还没一下找到那种感觉 但是属于慢热型 因为她其实今天也是要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的记忆 属于旋律记忆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那么几首歌 会和我们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很吻合 我们开心的时候 好像一遇到开心的事就会想到那首歌 一遇到难过的事就会想到那首歌 都会有 对不对 杨凡 这段话说得特别好 但是重点是你在说 不是她在说 我产生怀疑 你整两针 你是学生吗 猜 猜 这都要猜 对 我们准备了七个词条 请看大屏幕 天涯歌迷 失恋治愈师 每天必须剪指甲 从别人家的孩子到自己家的孩子 一天说话不超过十句 唱哭蔡依林 拔花便 其实一天说话不超过十句 这基本不用问了 这句可以不用问了 而且我提醒你们 善意地提醒你们 刚才你们已经问了她九句了 她只能再回答一句 我的天啊 她说话不行 唱歌行是吧 我看出来了 我选唱哭蔡依林 所以言外之意是你有唱哭过蔡依林 对吧 还是你唱过正在哭的蔡依林 还是唱蔡依林的歌之后你哭了 她点头了 她知道今天就剩最后这一句了 她都不随便开口说了 今天能为我们多开一点这个 进口话的这个句述吗 能 谢谢 天启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的这个信息里面 有一个叫唱哭蔡依林吗 我直接唱吧 我直接唱吧 所以说言外之意唱哭过蔡依林 今天就现场唱哭扣耐心 可以来挑战我吧 我很难哭的 谢谢大家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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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凌琳都哭了 你们为什么不哭 我傻了 我真是害了 你们好厉害 好好听 她如果待会比唱歌 她不就过关了吗 这个先不重要 因为我们看她 讲话时候的状态 和她在唱歌之后 那种对比 完全两个人 完全两个人 我觉得她是一个 虽然不善言辞的 那么一个孩子 但是她的内心 其实是很丰富 很有精力的 可能她把她所有的感触 都放在歌声里面了 那我就问一句 同样是歌手 你话怎么那么多 是因为你不够投入吗 她这个歌一唱 我觉得很多的题都解了 譬如说天涯歌女 基本不用问了 那我就问你 失恋之余是 是怎么回事 这是黄国伦交的 就是一个陌生人 就是她听到我的歌 可能有共鸣吧 然后我俩就是成了很多年的朋友 她怎么就会听到你的歌呢 就是现场的时候 就是她的朋友到现场 有听到天涯的唱 所以这个线索就告诉我们说 歌唱有可能是你的工作 是哪首歌 梦醒时分 哇 来来来来来 总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 在每一个梦醒时分 有些故事永远不必问 有些让你永远不必答 好听 我不知道这个从别人家的孩子到自己家的孩子 难道你有孩子吗 也不可能啊 哇 你问得好直接啊 对啊 就是我父母都是老师 然后我呢就是16岁就上大学了 所以就可能是别人就是 好优秀喔 别人口中的 别人家的 你觉得你现在快乐吗 就你现在的生活状态 现在生活状态挺好 因为我是想问你第三个问题 就是每天必须剪支架 因为我相信导演选择这样一个信息 你跟我们分享 它绝对不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行为 它对你来说也许是一个心理上的 每天要做的行为 他也没有说每天必须剪自己指甲 也可以剪别人的指甲 剪包子 那多无聊啊 对吧 他没有说自己每天必须得剪 我每天到电视台 一看慧珍剪指甲吧 我腰脚一排指甲都 各种型号都有 就是我小时候那个 因为学乐器 然后必须要剪指甲 我完全是多想了多虑了 就是是一个习惯吧 因为可能每次就是老师会说 你指甲这么长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让你剪 所以我就是长大之后 可能我不怎么弹键盘了 但是还是有这个习惯 你的情况我们基本上应该很清楚了 你要唱歌就没有悬念了 想想黄金一百秒 会这么好猜吗 是我们频道的一个节目 就告诉你们了 又唱 一会儿还表演 也对 我们导演有那么笨吗 天琪你有除了唱歌以外 其他很吓人的才艺吗 剪指甲吗 夏明哥你心中的感受是过不过 诚实地说 我也到现在发现 如果他不唱歌 他还能做什么 对啊 肯定是唱歌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他唱歌就一定过 对 如果不唱歌就一定不过 好了 我已经有决定了 我也有了 来吧 过不过呀 双手握在扶椅上 黄金乐猜团 请表态 三 二 一 这话我很希望 因为你们的立场表明了 你们坚持相信他 会唱歌 接下来的一百秒要唱歌 对啊 也就是在质疑我们做节目的一个理念 就是因为你深信不可能这样 搞不好这回就是这样 就会这样 所以认为我们是空城记 对不对 对 来 把我们的大厨一段 一百秒猜疑表演表演的内容是 他们猜对了 对啊 我还是始终坚信我们的导演设计会有 出乎我们的意料 他怎么唱歌 吞着宝剑也可以唱 对不对 还是有很多的期待 那你准备好了吗 再多说一句 喊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总会发光 好温柔 请转身 本栏目由洛娃日化独家特约播出 现彩洛娃我行我色化 黄金一百秒计时开始 谢谢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 自由自在身心都开朗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我在城里耐心地等着你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是否那么的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看一看这世界是否一片的荒凉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挑战成功 祝贺你挑战成功 非常让我们觉得没听够的一百秒 所以我觉得今天天奇这一百秒的挑战 肯定是已经征服了我们的四位 黄金乐猜团的评委 但是会征服到我们现场多少位观众 对 刚才的支持 我们可以回头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两百万观众 有多少人支持或者喜欢听你的歌 一百三十八位观众 也不错 谢谢 所以祝贺天奇 获得了慕剧园提供的黄金线链 希望她是对你的一份嘉奖 也希望你继续坚持和加油 谢谢大家